大家好 我拿到手的MacBook Pro或者是Air 第一件事就是先改它的触控方式 虽然我们可以给苹果笔记本电脑接鼠标 但是总会遇到没有鼠标的情况 那个触控板相当于鼠标 根据我的经验 日常的操作完全可以用触控板替代鼠标 其实它比鼠标更好用 虽然都是触控板 苹果的触控板和Windows笔记本电脑那个触控板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用着很舒服 效率很高 有些时候比鼠标的效率还要高 以后还会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先说个最常见的操作 我们经常用到鼠标的左右键 比如我现在用的是鼠标 左键是确认 右键是菜单 苹果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 它是支持类似鼠标左键和右键功能的 只不过需要用点力气 不要在触控板上轻点 要用力点 大力出奇迹 默认用单指用力点触控板 使鼠标的左键确认或者是打开程序 轻点是不管用的 双指两根手指在触控板上用力往下点 相当于鼠标的右键 鼠标右键是弹出菜单 我遇到过很多朋友 他们用苹果笔记本电脑很多年了 但是还在用默认的大力点 不知道还能轻点 关于轻点还是重点 这个属于个人习惯 各位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下面说一下设置轻点和重点的位置 点击左上角的苹果图标 选择第二个系统偏好设置 这个系统偏好设置相当于 Windows电脑里边那个控制面板 在系统偏好设置里 第三行倒数第二个是触控板 点击 在第一个面板叫光标与点按里面 第三个默认是没有勾选的 轻点来点按 单指轻点 我们给它勾选 勾选的时候也要用力点按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点了 比如最小话 就不用出声音的点击了 选中了这个之后 不管是单指点按还是双指出菜单 都是轻点 苹果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外接鼠标 一般的鼠标都支持 比如鼠标的左右键和Windows的是一样的 鼠标的中键和滚轮也是支持的 甚至某些鼠标的滚轮左右摆它也是支持的 用起来和Windows的操作方式几乎一致 如果是写文章 看网页完全可以不用鼠标 用触控板更舒服 更有效率 如果是PS Photoshop或者PR之类的软件 需要大量精准操作 或者拖拽操作 还是建议使用鼠标 不过鼠标的滚轮方向 我们可能不太习惯 可以用软件来解决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 我接触的每一台别人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第一步就是帮他们先把触控板改成清点 修改之后他们也欣然接受 所以我把这个支持点放在第一课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